大家好 今天示范一個最簡單最基本的手繩之法 預備兩隻顏色橡巾 一個S球 今天用的工具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丫叉仔和一支歐針 首先將丫叉反轉 用兩隻顏色 首先用藍色放進去 記得第一下扭一扭 套到第二個位置 好像八字一樣 清楚嗎? 然後將第二條顏色放進去 第二條就這樣套進去 很簡單 再加第三條 第三條 之後就開始了 準備好了嗎? 為何要反轉這個丫叉位呢? 因為這裡套進去 方便我們放一支歐針 將最底的藍色這條 輕輕套上來 這邊也是 這樣拉 拉 現在剩下兩條橡巾 三條橡巾 記住 我們要三條 記住 角丫叉永遠保持著三條橡巾 才可以勾到 再加第三條 同一這樣勾 最底這條 放上去 這裡 一樣放上去 我們再示範多一個 就這樣 不用八字的 就這樣 知道嗎? 清楚嗎? 又是把最底這條 放上去 如此類推 記住 壓叉保持著三條橡巾 然後就把 最底那條放上去 這樣 顏色方面很多配搭 可以考考你們自己創意 爸爸媽媽也可以陪小朋友一起玩 非常簡單 你和我都可以做得到 就是這樣 即是這個位 一路積下去 脚巾就一路長 這樣 加到第三條 好 時間關係 我怕你們會悶 如此類推的方法 這樣積 之後 這條是之前即定的 同一個方法 這裏有兩條 加到一個 又是簡單放上去 這條橡巾手製 是給小朋友尺寸的 通常每個顏色 就要20 20條橡巾 大概是40條橡巾 大概是40條橡巾 其他尺寸 例如你們這樣可以自己量 我現在這裏就教你們怎樣收口 剛才說準備這個S扣 這裏就是打八字的位置 把這裏拉到第一個S扣 把這裏拉到兩個 記住兩個 把這裏拉到兩個 因為是橡巾 你可以拉拉去 這樣 好 到這裏 把兩條 這裏拉出來 另外這邊 這個 拉出來 這個就可以放下 這裏有四條 把這裏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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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把這裏拉出來 把這裏拉出來 把這裏拉出來 小朋友如果太細 可以叫爸爸媽媽幫忙 就可以一起製成品 把這裏拉出來 我覺得是順盡的 這個已經完成了 跟這些一樣 是不是很簡單呢 你們都可以做到的 多謝你們收看 拜拜